哈囉大好奇 那我們今天喜歡你們的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啦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呢 大家如果都有一直看我 就是今天的這六部影片就會知道 我現在基本上是這個 6月30號的凌晨在錄這個影片了 那今天這部影片已經是最後了 錄完就可以去歐歐捆啦好不好 那今天因為我去參加了這個主播賽評啦 大家如果追蹤我的這個社群啊 或是怎麼樣的話應該會知道就是 我去忙了喔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超白色的事情 就是在今天就是那個 那個忙完了回來之前啊 那我們先打一下那個什麼啊 先打一下這個週末連戰場 然後跟大家聊一下天 這關我覺得是不是該改個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 我覺得之前沒改 然後就好像就爆開了耶對不對 就每次遇到那個天使山豬那邊 我就爆開了 我先看一下這邊該如何是好 這邊先置換一下 然後這邊七歲歲 應該是拿來打那個的 然後 天使我覺得這個下來用一隻拉麵王 應該就比較穩一點點了吧 來 那我們就用這樣子走起 雖然穩字一出感覺就要出事情了 好 那我們就直接給他走起 然後今天就是 因為我今天一整天我早上出去 然後我基本上就是也沒有就是 就是 該怎麼說就是 就沒出去的話 基本上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那個 上廁所這個次數是不是 每天有固定 然後反正今天要講的就是 雖然有點偏噁心 但是我覺得 也算是個警示吧 就是蠻恐怖的一個體驗啦 說真的就是 我今天就是因為都一整天在外面 然後有上廁所的話 當然就是上小號了 但是我基本上就沒有就是 因為早上也沒有就是特別的感覺 所以我就沒有上這個大號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一整天在外面 然後我後來吃完飯之後呢 我也覺得沒什麼 結果後來 因為我跟就是姚哥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是去台北嘛 我是去台北播報這樣子 然後結果就是從台北回來 然後做了客運 然後在半路我有小睡一下 結果後來突然 哇肚子就超痛的 然後就一直很想要上廁所 然後那個時候 超級恐怖 因為感覺都已經快要就是出來 就是超級有感覺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面 然後我們是做客運的 所以你也不敢就是幹嘛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 我一開始就是先小睡一下 然後就是憋一下 然後後來我想 我就就是盡量讓自己去想要睡一下 然後就 因為大家知道就是 你一直想上廁所的時候其實 哇那個狀態師會一直就是想到廁所或幹嘛的環節 然後你就會很想要解放 結果後來我就是 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問姚哥說 怎麼辦 我想要上廁所耶 完蛋了 然後他說 可是現在車不能停下來耶 然後我就說 幹 然後他就說你是要大的還是小 我就說 我就說我大的 然後他就說 阿你肚子痛喔 我說對耶 然後我就很恐怖 然後他就查了就是現在那個車子到就是 他家的那個位置還要多久 結果哇 還要二十幾分鐘 然後他就說 那不然也可以就是 去那個高速公路下來的那個地方 趕快去上 然後我那個時候當下我一直想的心情就是說 幹我真的快要憋不住了 如果我真的 我真的如果就是直接出來的話 我就會直接 整個就是 拉在那個公車上 就是拉在那個客運上面 我就覺得 哇靠 真的超恐怖 然後我就一直憋一直憋 然後心裡想的完蛋 如果待會就是一停車的時候呢 我一定就是要趕快就是 衝下去 然後如果沒有找到廁所 我就直接在路邊直接上起來了 就超級恐怖這樣子 然後就 後來就是 他跟我講說 那就是不然再到第一個路口 因為要下那個交流道嘛 就是從那個高速公路下來 然後下那個交流道 然後下來交流出來之後的話 就可以下車了 然後 他是說 那個下交流道的話 還剩8分鐘 然後我就 我就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 喔那個時候你知道忍到什麼程度嗎 就是 你已經把所有的那個事情都忍在 就是憋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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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超怕就是 有一個 一個不小心 他就直接就是那個 就出來了這樣子 然後 你就一直憋一直憋 憋到怎樣 憋到全身都在冒冷汗了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就是 那你全身冠住一直就是祈禱 我就說 拜託拜託 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 結果就是這樣的情況下 就一直憋力的憋住 然後到最後的話 真的就是 過了一種就是 浮游狀態 你知道嗎 就是 你會感覺好像就是 他快要出來 然後又好像 他不會出來 然後又快要出來 然後至少可以走路或幹嘛 然後那種狀態 但是你又會覺得 好像 不知道能夠維持多久 如果這邊突然就是 真的一有超感覺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要解 解定了 結果後來就是 在最後就是 下來交流到之後 然後 好像是在那個 平路了嘛 因為我是桃園 然後我就跟姚哥講說 快幫我按一下那個下車按鈕 然後他就說 好那你這邊 就是可能就代表交流到 或是什麼 轉運在那邊有 然後我就直接下車 然後我就跟他說 拜拜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算是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 還逼得住 就是可以走路 然後 然後就是 我就下車之後 然後至少還可以慢慢走 然後我看 姚哥也蠻擔心我的 我就直接 跟他揮手 然後就說我自己 自己回去 結果後來就是 看到那個就是加油站 好險 那邊一下去交流到 超級無敵多加油站的 所以 就至少就是 沒有太大的這個問題 然後 然後我就直接 看到那個加油站 我就馬上衝過去 然後我就跑的時候 就感覺 哇幹完了 這好像是我最後一撥了這樣子 然後就 後來我就是馬上衝到那個 就是廁所 然後因為我自己個人是不喜歡 我不知道大家是喜歡哪一種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 是不喜歡那種 就是蹲似馬桶 因為我很不會蹲 然後 那時候加油站 哇我就想說完了 蹲似馬桶 我就說好吧 你也沒辦法 因為你再不處理 你就要完蛋了 就最後是好險 就是 有趕上 要不然如果 如果在那個高速公路 如果這樣的話 那是很恐怖欸 所以想要跟大家問一下 就是你們有沒有 憋住 憋過就是 是那麼不舒服的 我覺得真的 真的 不想再體驗下一次 你知道嗎 真的是 超級恐怖欸 對啊 你直接 你如果是超想要上廁所 我說尤其是大號的時候 你小號其實說 真的以前在那個 就是什麼 在那個就是客運上面 如果真的上廠草號 所以你還是有寶特瓶 或是怎麼樣可以去運用 但大號真的超恐怖 超危險 因為他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 一拉的話 就直接在你褲子上面 直接爆開來 結果 好險最後是沒有這樣子 而且 我真的蠻慶心就是 是 最後幾分鐘的時候 快要到家 要到之前 但是那個時候 真的是度日努力了 你知道嗎 我是有一直就是 哇 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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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然後在心裡一直想 因為 你 你一解放之後的話 你就是 對整個這個測試 造成這個 超大的麻煩 但是那時候就是 哇 超級努力 一直拚一直拚 用意念再撐你們知道嗎 就是 拜託拜託拜託 不要不要不要 撐住啊撐住啊 你這邊如果解放的話 你就完了 你知道嗎 你就完了 然後我就 我就努力撐 至少就是你撐到一個 臨界點的時候 他真的是 還是會有一點點那個 可以就是去 該怎麼說 進化的時間嗎 就真的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哇 你可以就是 在那個 最終的這個平衡 在那邊取的 但是 我是覺得也未必沒 就是這樣 因為我大概算是在那個 就是比較 坐車的這個尾巴的地方 就是 學的就是想要上廁所 所以我覺得這個 時間點上面 也還算是還好 不過 超白癡耶 因為 在吃飯的時候 根本完全沒這種感覺啊 然後結果 哇 這個 一坐上客運 然後先小睡一下 因為今天真的超累的 然後 小睡一下 然後就馬上 一起啊床之後就發現 哇幹嘛的 肚子在痛 然後就想說就憋住 反正 反正我們就憋住 因為今天我也沒吃很多 大概就只有就是 晚上的時候有去吃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送起燒福 但我也算錯了 因為我通常吃那種就是 吃那種就是 吃到飽那種火鍋幹嘛的 我基本上都是很容易就 拉肚子的 所以 我那天因為根本沒吃東西 而且我覺得應該可以 可以憋回家或幹嘛的 結果 一整天也沒上廁所 然後就不知道 就是 就是積累起來 哇 你直接一個 鬆嘎歪歪好不好 超級恐怖 喔 後來我就是 解放完之後 我就跟姚哥講說 我真的超級恐怖 如果到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是在高速公路上 然後就完全憋不住 你真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知道嗎 真的是 有夠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就我們聊這個 聊這個拉屎環節 就把 周末連戰場打完了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今天想要問大家 就是 那你們基本上有沒有就是那個 有沒有就是 自己啊就是在這個 這種狀態下有沒有就是這種經驗 我覺得還算是一個 蠻特別的經驗 就是很恐怖 真的 真的是蠻恐怖的 但是 但是感覺好像確實就是 要 要經歷過一次 你才會知道就是 哇其實 就是 very very可怕 各位 對啊 very very可怕 莫名其妙就是 然後 盡量就是 有辦法就是先解決 就先解決 就是比如說你要上車呀 或是 要幹嘛呀 要出遠方的時候 你要坐長途車 拜託 先去廁所解放一波 好不好 不然 這超恐怖的耶 如果那個時候 我 我如果是那個 就還要坐超久的話 我一定鐵琳是憋不住 我只能說 真的是感謝上天 感謝上天 讓我憋住了 但我感覺好像人到這個 臨界點的時候 還是 有辦法做一點事情 就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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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要相信自己做得到呀 各位 真的 真的潛能無極限啦 你一定可以憋住 然後我以前小學 我小學 就真的有 就是 拉到褲子上桌 然後那個時候 已經是小四還小五了 這蠻丟臉的 但是 那也沒辦法 對啊 誰能控制得住呢 而且我自己 真的是不喜歡在 就是 就是家裡 就是不是家裡的外面上這種 上大號 我覺得就是 很不自在呀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 但我自己是這樣子 對啊 就會覺得 還是 我說真的 不管用來用去 真的還是家裡的馬桶最舒服 對啊 還是最愛家裡的馬桶 說真的 我們這個 屁股 屁股最愛的這個 屁股最愛的這個 這個位置 對呀 換了就不行這樣 換了就不行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就是這關會有超級無敵多的這個 不死袋鼠好不好 所以我們大概能做的事情就是 盡可能在下一隻來之前啊 就是 先把這些 先把這些袋鼠給斃了 不然確實就是頂麻煩 好這邊專遞板 來點看有沒有 衣龜 然後我們這邊是 不是重點是這個袋鼠啊 莫名其妙就跑很前面 然後開始打窩塔 不知道是幹什麼東西 奇怪 是要這麼兇是不是 這是我的塔 不是你的塔耶 哈囉 這邊開一下這個環速 讓他們鑽地板鑽比較慢吧 喔完了 他們有一隻鑽到了各位 不是啦 而且他們鑽的這個位置都超級 你看 都直接就打塔 然後塔就直接爆開了 完蛋 我要去睡覺了 不管這些袋鼠的王八蛋欸 好不好 對啊 然後跟大家問一下 有沒有這樣的經過 我覺得算是一個 本日最恐怖 應該是今年我發生最恐怖的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準備喔 沒問題